所以来说面积的话 对我们给您提供 这个成熟的第一段 庞大的这个人流量 是这样子的 是的 如果您想了解一下 其他的面积段 或者其他的固形 可以打通吗 这个老板问一下 对 当然了 您可以点到 评评一下讲小风车 来及时的了解一下 咱们的详细讯息 好不好 是卖车那节目 对 是这样的鬼关 所以如果你认准小鸭 不要忘记 在我们的左上角 点点关注 双击两下黄色小鸭 加入我们荣民游家的 粉丝团好不好 还有哪些关于 我们产品的问题 刚才说到咱们的 打通的问题 都可以的 咱们所有的商铺的话 墙体之间 不是属于那种 承重墙体 我们中间的话 都是填充墙 所以说 刚才我讲到的 就是您可以选择 两间三间 甚至于四间 连起来这样子购买 也没有任何问题 而且您将会有 三到四个房产证 三到四个房产证 一人名下写一套 都没有问题 当然你也有 咱们一套的 也有一套 就满足您这个面积的 所以说 您一定要留下 您的联系方式 稍后的话 我们给您联系 然后把我们 适合您的产品 给您匹配 您可以一一看一下 就不用说是 您直接到 就是多浪费时间去跑了 我们直接线上就给您沟通 一对一的来给您解决 好吗 所以呢 这个时候 您一定要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对 不要忘记点击 屏幕下角小风车 后台都会有专门的人员 来问您 答一解惑的 除了我们的互行问题 其他如果您还有想问的 我们都可以在后台 来一对一的沟通一下 好不好 谢谢 谢谢 是亚跟你们联系吗 你需要吗 需要的话 也不是不可以 后台来私信一下吧 看看大家有没有这个缘分啊 左下角的小风车 可以进来了解一下 我们不只有商铺而已 也不只有一个地段的商铺而已 给大家带来的都是 黄金地段的实景线铺 如果您想要一个稳定可靠的 我们还给您提供带租约的选择 好不好 喜欢的老板啊 点到屏幕右下角的小风车 留下十一位数字就可以了 今天晚上的六点 带大家准时来到的是 我们金街的直播间啊 不只有商铺而已 如果您想解锁其他类型的 诸如写字楼啊 诸如我们的住宅 我们的别拼洋房大平层啊 都可以来跟你介绍一下 点到屏幕右下角的小风车 留下十一位数字就可以了 我们刚才介绍了我们的户型 以及一套特价的九千 那我其他的均价 大概走到了多少 我们的价格的话 现在真的是在清盘 价格是非常非常的福利 九千到一万五的一个价格 九千到一万五 我们一托二的产品的价格的话 才是一万五的一个价格 如果说是像纯二纯三的价格的话 基本上就在九千到一万二 我们现在还有三套纯一楼的产品的话 价格是 特价做下来是在两万二 威央路沿线 纯一楼 五米五的层高 全业态 价格是五万 两万二的一个价格 真的是太太太简 大漏了 知道吗 朋友们 我听你刚才提到 一托二的这种产品 这样子的优势 好在哪里呢 相比一般 一托二的产品的话 跟纯一楼的区别的话 那也是很大的 纯一楼的话 可能做的相对来讲 可能是快销品 你像欧阳路沿线的话 基本上就是品牌连锁店 是要居多的 一些做电子产品的快销 包括服装 包括一些品牌的餐饮 零食类的都会选择 比如说些奈学 什么新爸爸之类的 都会选择 在这样的一个位置来选择 像我刚才所说的 一托二产品的话 就是它也是同样适合 但是呢 它更多的倾向于 就是一楼的话 作为一个引导 更适合就要 比如说是 做酒水的话 就是一楼的话 作为零售 楼上的话作为包间 这样子的话 它更多的倾向于 这种有地方 有停留的时间 比如说像茶馆 会所这一类的 包括餐饮这一类的 可能要更多一些 是的 根据您所选择的 行业赛道的不同 我们可以给您推荐 不同类型的产品 好不好 朋友们 要买十套 没问题 老板咱们现在 还剩多少套 没有问题 十套能满足的 满足 能满足 可以满足您的 我们像我们现在的话 公共园美亚二期 一个项目的话 就可以给您满足 我们虽然说是货不是很多了 但是能够 够 那么这个项目 其实不够的情况下 我们还有公园一号的一期 还有公园一号的二期 还有公园中央的 对吧 那每个项目的话都有 那您说十套的话 大概您的面积需求是多少呢 那比如说是 如果说那种小面积的 三五十平米的 十套的话 也就三五百平方 那如果说是 您大概一个面积需求的话 我们可能就跟您说的 可能就更加的清楚一些 因为现在不知道您大概的 这种面积多少的 一个需求是多少 所以咱们只能说 大概的一个情况 那比如说我们公园美亚的二期 如果说是三五十套左右的话 也就是个三百到五百平米 根据您的一个需求 那当然如果说十套的话 你如果大概需要个 两三千平米的情况下 那我公园美亚二期 这个项目的话 就可以给您选择 那比如说是 你想要大概两千平方的 那我公园中央的 整个的三层的话 全部就可以给您 我们公园中央这个项目的话 就在大明公西的地铁口 旁边大明公西地铁的地口 出来对面就是 我们整个三层的话 是二千零三十五平方 二千零三十五平方 面宽的话 可以达到一百米的一个面宽 这个您没有听错 而我们的近身的话 是比较短的 它面宽宽近身短 而且是一个钻石角 它的朝向的话 朝东的朝东北的朝北的方向的话 全部都有 而且是全颈落地窗 全颈落地窗 像商铺来讲的话 一般的好像选择这种 全颈落地窗的还是非常少的 而我们公园中央的项目的话 全部都可以给达到这种全颈落地 就真的就采光视线就非常好 如果说是你像这边 目前已经开业的 有穿巴子火锅 有五指仙境的足域 还有那个牙科口腔 还有那个凤扇轩 咱们之前在那儿可播过 像这样的包括那个田家大院 铁锅钝这类的商业都做得非常不错 所以说不管是您是想买来自己用 还是作为投资用的话都非常棒 那其中的话 我觉得有一间铺面的话 就非常非常值得推荐 那间铺子的话 回报能达到8.7的收益 也就意味着这个商铺 11年能够回本 11年能够回本 我们这个位置的话 它有天时地利人和 那我这个铺面的租金的话 也是非常非常的可观 我三楼的租金 租金现在租到了79块钱 你没有听错 我三楼的租金是在79 很多成一楼的铺面的租金 可能都到不了70 在市场上很多大把的事 但是我三楼的铺面的话 我能租到79块钱一平方 一年租金的话都是在个50多万 你敢想 会不会出现老板一接手之后 断租的情况 那不会 因为这个租户的话 它是从18年我们交付之后 到现在一直都在这里 而且它是经营模式的话 也完全不同 那它这种经营的话 是属于储值消费的 一般客户它的充值的额度的话 是两个W起步的 也就是说是 您在这冲了之后 您可能一天 店面的营业额的话 都在几十个 那所以来讲的话 那它的这种稳定性的话 就非常高 那咱们也会选择 这样的优质的产品 地段好 回报高 而且租户比较稳定的产品 来给您推荐 你想想我们直播间 有这么多万 几万人的每天的这个流量 对吧 那我们能把这样的话 能够说出去 我们是要对自己所说的话 是要负责任的 不是随便在这给您喊的 那我们是有真实的数据的 包括租金的一个情况 那您来具体详细来看 咱们可以给您看 我们租赁的这合同之类的 只要您说您想要 那这个铺面的话 咱们都可以沟通 都可以沟通 如果想了解一下 我们详细的一些数据方面的情况 点到后台 点到这边来私信我 我可以给您一对一的来 仔细发一下 可不可以 谢谢朋友们了 不会串台吗 这到底是不会的 我们目前金街有几个在售项目呀 金街的话 目前是六个项目在售的 有公元美誉的二期 公元一号 公元一号的二期 公元美岸 以及公元中央 还有我们高薪的 云民一号经济机 那所以的话 我们加起来的话 有六个项目在售 六个项目在售 那当然了 还有一个项目违货的话 还有两套 那个是公元学府的 公元学府的 也就是在东郊 铁一中宾和销区那边 所以来讲的话 我们这个产品的话 它是真的是产品非常的丰富 你商铺的话 我们最小的是30平方 当然 四五十六七十八九十 一两百三五百 一两千都有 所以根据您的需求 我们完全可以给您匹配到 适合您的产品 当然了 我们也有售一楼的产品 像我们荣民一号的项目的话 就在科技路板块 我们所销售的产品的话 全部都是属于售一 六米的层高 六米的层高 因为它的话 都是属于 你看咱俩都是这么辛苦 他们吃到大 饱和隔 合适吗 Chris 罚你的人点赞到一万 来给老板们表演个喊麦 行不行 可以 可以吧 没问题 老板们 既然对着屏幕 把我们的赞赞来 抠一波 都是宠发 打宝格的摄影师 来跟大家喊麦 走一波 一起把我们的赞赞来 抠一抠 刚才说到 我们最小有30平 如果给你一个机会 30平 你准备开什么 30平米的情况下 我想要开一个 美容护肤加美甲 30平 你准备开什么 Chris 30平 开什么 开什么店呢 数码店 贴膜 手机贴膜 那非常棒 非常棒 我们有一个业主 就是专门做手机贴膜 这一类的 真的吗 公元一号二七 买了两套房子 就公元一号 那个楼下 那个小马 对 这么多一天 对 它真的很棒 我跟你讲 它贴膜 手机维修 以及更换新旧手机 我那天去的时候 有一个客户 利用了10万块钱 就放在那 它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说 你看你错过了多少套房 但是你的位置 就非常重要了 它不是开在任何一个地方 贴膜店 都能赚钱的 它只有选择 在这样的庞大的 这种零力量的支撑下 它才可以做到 你想嘛 就是薄力多销 更何况 你说我现在这么穷 就是因为我曾经没有想 架一个30平均的店铺 那你应该是要看龙手的商铺 不管说是你 乌鸦哥说贴膜是暴力 真的吗 贴膜是可以的 真的 贴膜一带一带一带 是那一带 而且你知道一天 它就不带停歇的 从开始的一个小车车 到现在它直接租了一个门面 我觉得我之前看的贴膜店 基本上都是小推车类型 现在行业已经 对 行业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了 朋友们 如果你也想 你也想创造诸如这个贴膜小哥的传奇人生 记得左上角先来一点点关注 说不定呢 说不定你2024开年的这个选择 就会改变你之后2042往后的人生 对不对 点击平民用赛小的小风车 留个十位数字就可以了 前二表演个直播贴膜 没问题 下次帮你联系一下 我们的尊贵的业主朋友 好不好 左下角 左下角我们的小风车 可以点进去来 立即预约下 留下你的十位数字 除了30平可以贴膜的店 那如果是1800平 你会干一个日文呢 那就直接做会所 就直接做会所 你像咱们那个公园1号27 那个足余店 他们的面积的话 就是在1600平米 而且他们都已经经营5年了 今年的话又重新又租了 今年的话已经到了第6年的时间 我现在脑海中 你觉得吗 就是我现在对1600平 1800平没有什么概念 咱们这个写字间的话 一层是1400平方 等于说是比这个一层的面积的话 还要再大200多平米 是啊 你想想 你拥有这样一层的房子 你刚才一年收租是多少呀 我呀呀 你刚开始做美梦了 会所5988981288 看呀 老板这个很懂行啊 对呀 没少去呀 没少消费呀 您消费不如把它把这个爱好 从消费变成你为你盈利的一项工作 好不好 点到屏幕右下角小风车 说不定呢 来了解了解 您说不定就不只是 就会所消费的老板了 变成拥有会所的男人 看看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人生 对不对 点到屏幕右下角直接来私信我 所以说这个 这怎么还有场呢 所以说这个树叶有专攻啊 好尴尬 哎呀 此刻我已经很羞愧了 那说明1800平的那间铺 跟这个都差不多大 就相当于这个整层 就相当于这个写字楼的一个整层 这样 1800平你看什么 1800平 会所 就足以捡 你看大家 所有人的选择都一样 不是足以捡就是会所 校场好几次 就不叫校场了 真的我们一个温馨和睦的工作氛围啊 老板 如果你也想来荣民看一看的话 记得点到屏幕右下角小风车 留个十一位书子给我 你看 这个男人一书都是一个眼 59889 然后刚刚那个粉丝宝宝真的是太有趣了 小粉丝什么 小粉丝 一人一个钟 太可爱了 1800平 可以开健身房呢 当然可以了 像我们公园 每域的那个项目的话 就是在个 2000平方 就公园每域的 那个健身房 就是在個 2000平方 所以1800平和2000平的 那面健身房呢 就是营业状态 很棒 很棒 他的合同的话 是18年前的 他签合同 起步都是在8年 这样子签 像健身房 足玉店这种休闲 以及健身这一类的 他们的场地面积的话 都会要求非常大 那么但是有一点的话 他们的租约的话 都会签的时间非常长 因以保证 我花了几百万 把它装修了 合同到期了 签个三五年 合同到期了 你要给我涨房租 或者说是你要换租过 我的健身房 为什么跑路了 所以要选择这种品牌的呀 你像咱们公园美育的 这个零距离健身房的话 就已经重新装修了 已经五个年头了 他们又重新装修了一遍 装得非常非常漂亮 那当然在这块 给大家送个草 如果你喜欢健身 离我们这个 微阳路北梢门 很近的情况下 不妨可以去那里看看 现在推出的那个 你卡的话 就是非常非常的福利 那可以给他们说一下 因为都是咱们自己的项目 都是咱们自己项目 顾元美育 只是那个项目卖完了 就清盘了而已 但是我们的租户的话 也就在 那个项目的话 就如果说是大家 在北梢门附近的情况下 可以去那去 门口停车非常方便 也有游泳 也有游泳海 以及少儿的一个培训 少儿游泳的一个培训 以及健身 大家不妨的话 可以去那块 可以去健健身 锻炼锻炼 那二楼的话 我们做的是海桃口腔医院 我们海桃口腔医院的话 也是用了一个整层 零距离健身的话 用的也是整层 你像口腔医院 这都是属于2000平方的 这种大型的商业 那为什么这样的品牌 会选择在北洋路沿线 那如果说是随便的 一个小巷子 或者一个住宅的底商 他们会选择吗 他们会去吗 会的 对的 其实这种品牌租户 都是做过非常完备 非常专业的市场表演 对吧 所以最终才会选择 在咱们这样的一个位置上 那咱们再退一个 就是换一个角度 和思路来讲的话 咱们就跟着这种品牌 大的租户 去选择这种商业的话 没有任何问题的 你像买我们非洋路沿线的 不是说是开银行的 就是各种快销品的 但我们所接触到的 租赁的租户的话 有什么 咬一口的苹果的 对吧 也有华为的 包括像一些汽车的展厅 都会选择像我们 这样子的一个位置 所以选择商户这块的话 位置是首当其冲 不用犹豫 不用徘徊 所以一定建议 大家选择这样的 长途的位置 给我们 给我们 给我们亚总一个吗 嗯 嗯 从我手上抢去 嗯 给我们亚总一个 那么 所以来讲的话 就是大家在购买商铺的 情况下 一定要选择像我们 这样的一个位置 只有这样的位置 它才能够吸纳 这样的品牌连锁店铺 否则你怎么可能会有这么稳定的租户呢 你想一次合同签八年 这八年你都不用不带管的 八年你都不带管的 其实购买商铺没有风险 就唯一可能担心就是出租的问题了 对吧 我就是觉得很害怕 就是咱们说出来了 带着租约给各位老板租 结果老板合同签了 租户跑了 会这样吗 不会存在这样的问题 就即使就退一万步来讲 我把这个铺子买了之后 如果说这个租户的话 不是很稳的情况下 我们也会给他把这个租户也会换掉 那我重新会给他招租 其实还有一个客户 就会给你的想法是一样的 我不吃 他就会有一个想法 就是觉得 我如果买你这个带租约的这个租户 没关系 就是担心我买这个铺子 就是这个租户要是不稳 或者是之类的 怎么保证 其实说实话 现在没有人能够去给你做个保证 你明白吗 商铺投资都是有风险的 但商铺投资 它几乎是可以说没有风险的 唯一就是它担心它出租的一个问题 但我在这样成熟的地段里边 我的商业氛围都非常好的情况下 我基本上就不用担心出租的问题 无非就租金的高与低的问题 回报高与低的问题而已 你不需要去担心 他出租物的问题 是这样子的 所以来讲的话 没有任何一个商业 谁能够给你说 我保证百分之百 他不会走 婚姻都没有保证 谁给你能做保证呢 这是在开玩笑 谁要给你真的承诺 是百分之百 保证他不会走 不存在不可能 没有人能去给你做保证的 就相当于我给你写一份保险 我保证这个人一直在这 我怎么能给你做到呢 那比如说 我现在所做的这个行业 是一个教育培训 周边的话 如果学校 学校离得很远的情况下 然后人口密度又不大的情况下 那我这样的教育培训 它是不是不太符合 这样的一个区域业态 那它的可能就会做不下去 那它做不下去 那我就总不能 我给你保证 它一定会在吧 那同样反过来讲的情况下 这个地段很好 这个位置很好 我不管是我做什么样的业态 都能够去很好 那当然了 比如说我地段也满足了 我人流量也很大 但是如果说你是做餐饮的情况下 你的口味呀 或者你的服务呀 要是很差的情况下 你觉得它还会继续吗 它也做不下去 所以说没有什么东西 可以用保证这两个字 来给你形容的 就比如说是 现在好多人都会说是把钱存到银行去 也有人会把钱存到银行去 谁给你保证这个银行不会 不会 对吧 现在的话 这个你 你看看 你懂吗 哎呀 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呀 我跟你说 你们只是看到了我俩 但是你没有看到 我的前面有一排的人 在那吃东西 你知道吗 看到我们亚总都已经饿了 你知道吧 所以这个点呢 大家都吃饭了没有呀 有没有人给我们 请我们亚 亚总吃点什么的 我不要 那可能有的老板还会觉得 商铺投资对比其他类型 它这周期会不会太长了 商铺的投资回报的周期 可以说是所有不动产回报里面 是属于回报最快的 回报是最快的 那你像我们所有的 不动产这块的话 它也分了好几种 它也分了好几种 那其中的话 不动产这块 它有商铺 也有我们现在所在的 这个鞋子街 也有住宅 也会有公寓 那我们就退一个角度 就是我们从这个 每一个产品上面来话 给您做一个分析 也给您做一个分析 咱们先说一下这个公寓吧 我们自己的话 也会有公寓 像我们公园美誉的产品的话 就是销售单价的话 当时是在19年的时候的价格的话 是在个1万块钱的一个销售单价 那目前出租的价格的话 是2000块钱一个月 一年的租金的话 等于就是个2万4 你算一下这样的回报它高吗 其实下来的话 最起码得个25年左右 才能够收回成本 这是公寓的投资 不算房子的溢价 本身的一个增值部分 咱这块就先不说这个 那像住宅这块来讲的话 那也是前几年的话 从18年 这个那个总理说 让西安的这个龙头要扬起来 从那个时候房价出现了 一个井喷式的一个增长 从当时整个西安的房价的话 七八千块钱 六七千块钱 直接翻了好多 翻了最起码三倍以上 然后现在西安的房价的话 基本上每个区域都大致不同 但是基本上的均价的话 都在一万七八的一个价格了 都在一万七八的一个价格 那你想想 它的这个价格的话 也翻了很多倍 当然现在的这种投资者来讲的话 也不会选择说是 当然现在很多的 就是属于那种改善性的产品的话 还是比较受欢迎的 那当然除了这个住宅 以来之外的话 我也有那个写字楼产品 像我们的写字楼产品的话 这是现房 并且的话也是属于这种 买了就可以用的 那么价格的话 基本上也是在个 一万七八左右的样子 一万七八的样子 最高的话 一万一万九 最便宜的价格的话 也在一万五多 一万五千多 那我们这块的租金的话 是在七十五到九十块钱 那算了一下 我们算了一下这个铺子的 这个写字楼的回报的话 差不多也是在个 二十年左右的一个时间 也是在二十年左右的时间 那商铺来讲的话 你想我们的商铺 刚才我们所说的 那个特价的产品的话 是九千 如果我们拿五十块钱来算的话 回报的话 基本上是在个 百分之八的一个收益 那么回本的时间的话 也就是在个十二年左右 那你自己可以做对比的 咱们不用太多的去讲这个 那你们自己可以算一笔账 你就可以得出 咱们现在的话 就是哪种产品的 投资回报的话 会要更高 会要更高 你要十多年 你就收回成本 接下来的几十年 你都属于纯利润呀 那这就是为什么 有人会讲到 有专家所说的 一个一铺养三代 就是从这个角度上 有人来的 那如果我们 入手了一套商铺 后去想要转手的话 这个手续以及花费 会非常的复杂麻烦高 这个的话是会有的 会产生的 那商铺公寓写字间的 上售 就是它的一个 二手的一个交易的话 都会存在这个增值部分 当然了 你增值的部分的话 你增的越高 也就说明你这个房子 它本身的这种价值 上涨的也就越高呀 它是算的是这个增值部分 这个的算法跟写字楼是一模一致的 商铺写字楼和公寓 这三种产品的话 都是属于一样的 除了住宅 住宅是属于民生的问题 解决衣食住行住的一个问题 它是属于最生活的 就是可以说是民生最基本的一个 住的问题 但是商业写字楼公寓的话 基本上都是属于投资类产品 那包括像为什么像公积金 它只针对于住宅 它不会针对于写字楼公寓和商铺 那就是这样子的 那其次的话 像各国家出台的各种的政策 它也是针对于住宅类的 比如说是首付的一个比例 比如说贷款的一个利率 那它是解决人们民生的问题 而商铺写字楼和公寓的话 相对来讲 可能都是属于投资的客户 就是你有钱 那既然已经说到了 咱们商铺 以及公寓写字楼 跟住宅类型的区别 那我们这些铺子 像水电呀 还有之类燃气之类的是 怎么收费 以及这个的话 都是按市政的一个标准来算的 都是按市政的标准来算的 像水的话 基本上就是在个五块八 电的话 每个公司的电的话 都各有不同 因为电的话存在 商业用电的话 它存在这个变压器的一个 包括一个电缆的一个 都会有不同 我们公司的价格的话 基本上是个八毛四 这样的一个价格 那我们的商铺都是突然一气的 咱们商铺所有的都有燃气 咱们所有的商铺 哪怕三十平内的也可以 也可以做餐饮 也可以做餐饮 你看看他卖店了 现在很多 像很多侵蚀类的店铺的话 它都不是很大 然后就可能就摆上两三张小桌子 两三张小桌子 然后就加操作间 然后完了之后的话 主要做线上的这一类的 因为轻食类的 我可能大多数可能都选择这样 比如说像可口奶茶 比如说是耐雪 它们的面积的话 基本上也都是这种大小的 但是还是没发现 它们所选择的位置都很优质吗 比如说龙手十字 刚一个龙手十字的话 那极大奶茶的巨头 比如说星爸爸 瑞幸 这些品牌的话 全部都在这一个龙手十字的话 最起码都有三家以上 那我们的商铺有没有样板间 可以供各位老板看 我看到工具商铺 商铺的话 商铺是没有样板间的 因为每一个商铺 所做的液态都不一样 比如说你是做培训的 再比如说你是做医疗健康的 再比如说你是做餐饮的 它每一间铺子的设计风格 都完全不同 所以商铺这一块的话 就是您想要了解的话 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然后我会带您去参观一下 我们目前已经开业类的商铺 每一间的话 都带大家去看一下 那这样的话 你可能就更加的清楚 可以看看类似的来参考一下 对 所以商铺这块的话 它是没有样板间的 你所看到的 都是属于现在正在经营的 所以那我们商铺 给到大家都是毛皮的状态 商铺的交付的话 全部都属于毛皮交付 如果你看到精装交付的 那种可能性的话 几乎是为零的 那也除了你是租赁的 你是租赁的情况下 那你就可以可以看到 有转让的 那是装修过的 一般来讲的话 95%以上是属于毛皮交付的 公共部分的装修 那肯定是属于精装的 但是呢 铺子里面的话 它是属于毛皮的状态 那个是属于毛皮的一个状态 那我们商铺有类似 住宅的这种供摊一说吗 有 商铺的供摊非常小 像咱们的商铺的供摊的话 基本上的供摊都是在 哎呀 百三 百三的供摊 一百个平米 三个平米的供摊 供摊非常小 商铺的供摊 是鞋子楼公寓 以及住宅类供摊最小的 供摊最小的 所以说您不知道 投什么的情况下 您就考虑商铺 准没错 准没错 因为从我在这家公司 就我们农民地产这家公司的话 我也是 有一个七八年的时间了 那我们的商业的话 从开始到现在 没有说是客户买 买商铺买亏本的 我真没听过 如果你听过 你可以在公屏上给我抠一下 因为我没有见过 谁说是买商铺买破产了 或者是买商铺买亏了 或者是说买商铺买的 怎么怎么样了 就是什么都没了 这种情况下几乎是为零的 因为我能给你成熟的地段 我能给你庞大的人流量的支撑 我能够给你成熟的这种商业氛围 那注定这个铺面 它肯定不会说是租不了 那其次来讲的话 它不可能说是给你带不了收益 所以就是目前为止 就在这个公司的这几年的时间里边 我没有听过 说是谁家买商铺买亏本了 或者是谁家买商铺买破产了的 那这个就是有之前有听过一个故事 是那个演员吴京的 他说是在投那个战狼二的时候 那个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 他把自己的住宅卖了 那去换了一个八千万的一个现金 那商铺同样 如果你有需求的情况下 您今天您把这个房产证 拿去银行做一个抵押 你最起码你能拿出来 做一个二压 没有任何的问题 所以说这些都是不存在的 这些都是不存在 所以您不管说是投商铺这块的话 您就放心大胆地弄 没有任何的问题 没有尝试过的也不用担心 老板可以点到后台 没有啥呀 您想想 了解一下 了解一下 看看是不是你所需要的 看看你的疑虑 有没有被答疑解获 好不好 平民右下角的小风车 留下11位数字就可以了 这边是农民地产的官方 抖音直播间 如果您是第一次来的话 不要忘记左上角 点点关注了 我感觉我还有很多问题想问 你说 这就是我们的商铺 会有类似物业之类的服务吗 当然了 也有 物业也会有啊 你像咱们的商铺的话 那你想 比如说是物业的服务类的 就主要包含哪些 你的商铺的话 比如说你是一楼的 那你一楼的 你只打算了你房子里面的一个卫生 对不对 那你一个工区 谁来给你收拾呢 对吧 你的工区是谁来给你收拾呢 你的一些的那个垃圾啊 是谁来给你处理呢 那这些的话 都是属于物业的保洁 来给您处理的 对吧 这只是一部分 这只是一部分 比如说你的 铺子里面的水呀 或者电路呀 各方面的 有任何的问题 都是可以联系物业的 所以商铺也是有物业费的 商铺也是有物业费的 那我们这个物业费的标准 大概是 咱们的话是五块钱一平方 咱们是在五块钱一平方 是的 好像跟什么一号八号差不多 比他们的 比咱们那两个项目的话 是要低一些 比那个大平层还低 大平层的物业服务是 很高 很高 像那个一号的那个 那个以及八号的那边的 都是请的是金管家 叫什么金钥匙 对金钥匙 他们的物业费应该是在七块钱 我以为写字楼商铺那些 都会比较贵 写字楼的贵 写字楼的贵 写字楼这边的物业费的话 是七块钱 那你有 这是不包含空调费用的 如果说是写字楼要包含像 因为咱们的空调的 写字楼这块的话 是属于那个集中的嘛 集中供的 那就是说是 你要是开这个的话 它是按平米来算费用的 如果说你比如说我见过 写字楼目前最高费用的话 就是物业费一平米是21块钱 一平米是21块钱 它是包含了电梯费 物业费 以及那个 就是空调的使用的这个费用 那像我们这种 二楼三楼的铺子 咱们是提供电梯吗 直接有专用的电梯间给它 你比如说你买的是二楼的 我一楼的话有30平米的电梯间 可以供它使用 它可以在一楼设置前台 甚至于接待的人员都没有任何问题 因为我的一共的话 就比如说公园每二七 一共的话就只有三层 一楼的它不用电梯间 也就是说二楼跟三楼 那我一个30平米的房子 那我把最好的位置拿出来做了电梯间 一楼的话我可以给一边一个 就是说做前台 一直做接待的人 直接可以使用的 这个还挺方便的 是的 所以来讲的话 就是咱们的商铺 真的是 不是咱们所有的商铺 不是以卖为主的 我们的目的是 把这个物业去运营起来 而不是说是真的就把它卖了 如果说是真的是要考虑 卖它的情况下 我一楼那么好的位置 临街的商铺 你像我公园每一的 四万五的一个价格 我就拿这个铺子 我30平米的这个商铺 价值也几百万了 一百多万了 对不对 那我可以完全把这个钱 可以把它拿回来 但是我把这个30多平米的房子 直接作为一个公共面积去使用 免费给你做一楼的 做一个接待 我更多的是考虑 把整个项目运营起来 所以为什么很多 就是租商铺的人 会考虑我们地产的商铺 那是因为我们不是 仅仅是把它卖了 我们是要把它整个项目 是要给你做起来 那这个做起来的话 就是让每一间商铺 让每一个商铺的话 都有租户 让每一个租户的话 都能够感受到 运营出一种比较成熟的业态 对 所以如果你想了解一下的话 可以后台来思绪 那我们其实也有 自持的部分是吗 对 我们也会有 我们已经 就比如说我们商铺的话 分为两种 第一种的话 就是我们已经卖了 我们会替业主去出租 我们会替业主去出租 第二种的话是没卖的话 我们直接把租户找好 就是我们先招商 招商之后的话 我们再接下来再卖 是这样子的 所以这种模式的话 都非常的灵活 说的自己都原本回去 老板 没有吧 我们都 你把我还给问住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的陪伴 看看还有什么 关于我们商铺投资的问题 您都可以打在公屏上 昨天有一个老板 问写字楼的投资 如果在西北的话 会选山西还是陕西 是选太原还是西安 当然是选 那我想问一下 如果是商铺呢 你知道吗 这就咱们西安的 这个商业的话 那你就拿一个点 那全国的人民 都在看着西安 那刚西安今年的 这个元旦的这个旅游吧 就已经翻了143 翻了143倍啊 多么夸张的数据 所以说西安是全国 最热门的城市之一 咱也不说是第一 咱是西安市 最热门的城市之一 作为一个西北五省的 一个省会了吧 我觉得 因为每个城市 它每个省都有 自己的一省会 但是呢 咱们西安来讲的话 还是在西北五省来讲的话 还是属于一个龙头 那么投资来讲的话 还是建议选择 这样核心的一个位置 那西安现在的人口的话 达到了1400万人 那他们的一个消费 以及不算旅游的客户群体 刚一年 它这种常住人口的 这种消费力 都已经足够养 你这些商业了 而且我们的每个项目的 商业的话 都低端那么成熟的 人流量都那么庞大的 所以你不需要担心这些 你就考虑西安就OK了 那比如说是 因为现在看商铺的客户的话 他也不是说是 只是看西安 那他也会考虑像成都呀 武汉呀 合肥呀 郑州呀 这样的地方都会去看 对 那西安的话 就是在太原郑州 西安 对 那我还是建议你选择西安 西安的话 作为第九个城市中心 那它不是没有道理的 那作为一个国务院 直接审批的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城市 那我建议您还是可以投到西安 西安的区域 以及它的发展都非常棒 对 当然可以来关注一下 西安的发展潜力 你让我闭嘴 我就闭嘴呀 不妨来试一试 说都好像你说的我听一样 对 点到拼拼下 小红车来了解一下 谁让谁闭嘴 既然来你怎么会是 不然你来说到说到 你有什么问题打在公屏上 让小阿替你来回答回答 好不好 各位老板们 对于商铺的投资 还有什么呢 对于我们西安等房产之类的问题 您都可以打在公屏上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的话就到这里 如果说您不了解的情况下 您就可以来私信我们 我们会给您每一个点 详细的一对一的服务和介绍 那我们今天的话就到这里 拜拜 小阿替你别闭嘴 请今晚点 请不吝点赞